大家好,我今天要來教詹姆的故事是獻魚錢 劉大夏是明朝的一位清官 在擔任廣東鋪鎮時的時候 鋒鋪中有一片魚錢 沒有跟上鋪鋪 通常是被當官的拿走去中綁撕納 歷來練習這種做法 認為本當如此 大夏清鋪的時候發現鋪長的這個弊端 劉大夏就把過去的做法向劉大夏禀報 劉大夏沉默了好一會兒 忍大聲喊道 劉大夏,你一日獨手做人 怎麼會遇見這麼一件事就沉默這麼久 不是一個大丈夫啊 講完了,於是命令劉 劉將獻魚錢跟鋪鋪鋪 自己不取疑問 今天故事大家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